金普聰 現在決定要以桃園跟台南 為兩個查幣案的焦點 那台南就是在京德的本基地嘛 那光電案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爐渣案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所以這個就是 金小潮實際上以前輔選 他查幣案是很厲害的啦 以前就打過宇昌案嘛 那桃園國民黨現在執政 那據我瞭解 目前有設定兩個案子要查 那這個一定會打到鄭文燦的啦